今天是2023年的9月17号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们节目又邀请到大家期待已久的 李阿强,阿强哥来上我们节目啦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台湾省人 跟我们这帮汉奸卖锅直接说的啊 那我想请问一下 阿强哥你的月薪有康复了吗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公司了 我现在只能去做有期工 一天公司三百 在中国三百应该还算还行的啊 好,所以你今天到底想要分享什么 我想跟你们说那些台湾台独分子 还有那些境外反华社里给中国人洗脑 说什么iPhone手机很好 其实我跟你讲 那些学校iPhone15的都是傻比 那请问你现在用什么手机啊 我先来用的是iPhoneX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7号 你不是说弄iPhone的是汉奸卖国贼 你有什么在用iPhone 因为我觉得iPhone的它性能要同期来说 是比华为要好的 所以你是汉奸卖国贼吗 就那个iPhone平坡手机的那个性能要比华为好 但是不代表我不爱国 还算爱国的华为万岁 那你为什么说别人用iPhone是不爱国 因为他们都是一群罕见卖国贼 为了iPhone手机都不爱国 总夸了冰国贼我都喘到我话了 还有人为了iPhone手机去买油子 可是你也是用iPhone啊 而且你还用前六代的手机啊 那你说支持华为的华为牛逼 你为什么不去买华为啊 你有买那个华为Pro Max60吗 我每天买啊 都是丑人八九你嗨我的 还我被酒店死了 我现在在耍油器 每天喝手都是你嗨我的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你刷油器一天300人民币 据我所知华为最新那款手机好像7000多块吧 你刷个20几天就有钱买啦 我去款餐店店一个菜 然后我都不敢点多 我每次去款餐店就指点一个菜 然后买米饭 我每次可以吃五碗 因为怎样可以省钱 你知道吧都是你八九你嗨的 你说你一天刷300 那你一个月通常有几天有工作啊 大概好10天 剩下没有工作的时间的话 我回去组外卖 那这样你薪资还蛮高的啊 这样你就是6000块起跳了耶 那还行吧 你这样月收入快1万了 你很有钱啊 但是我先问你们台湾人的工资 你个丑零八九 我不想跟你们说那么多 你们台湾就等着和合飞睡吧 我跟你讲 你们台湾人就是一帮傻比 你们不知道华为有多牛逼 那个苹果跟华为比起来 那个苹果的运行内存就差 华为的运行内存就是高 所以说的话 那个华为就是比苹果牛逼 回顾自我打脸部分 因为我觉得 矮方的他性能要从题来说是比华为要好的 那你为什么用苹果骂 你不要管我那么多了 反正华为就是牛逼 总国大部分的运行的话 他们许隆心是多 他们都喜欢那个苹果牌子 还有那些 所以你因为这样换了苹果是吗 那为什么你至今还没有媳妇呢 我造谣你什么 你到处造谣我说坏话 所以说我才现在没有媳妇的 好你刚刚说中国的女孩子 比较现实一点 就是要可能开什么跑车 开什么奔驰宝马 你们要用国外的品牌 或者是说要怎么样 月入几百万这样子 才比较被看得起或是被看得上 那请问以上你符合了几点 我符合 他们都是从南北外之族 他们共同祖国伟大的事实 无教育 就算他们亲自来咬亲我 我都不会跟他们结婚 如果大家都使用那个华为手机的话 就没有人跟我抢媳妇了 如果总共来都去开那些武林的 那些扯的话 就没有人跟我警察了 所以说的话 我才能自由的调选媳妇 好那假如说全中国人都拿华为啦 就是中国男生都拿华为 然后开你刚刚说什么 中国的国产车是不是 对就开中国的国产车 然后拿中国国产的手机华为 然后你就可以有很多的媳妇 但问题是你有钱买最新的苹果手机 跟欧美的车吗 宝马 奔驰 或者是宾利 或是法拉利 宝石姐你买得起吗 我买不起 全部都是喜欢屎屯中厉害的 你买不起的话 你怎么会认为全中国的男人都换了国产之后 他们就看得上你呢 好那你觉得即便你有这些 真的会有女生看得上你吗 你不要再说了 你这是来伤害我的感情 我又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了是吧 是的 你伤害我的感情就是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 因为我的武功特别高 我代表是中华武术姐 可是正宗的中华武术 你伤害我就等于伤害中华的民族感情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台湾 你们只能吃一些可非碎的海蟹 我吃百米饭 虽然说我果子很低 每次才只能吃很多百米饭 但是真的变一个海蟹 比你们台湾人也好 因为你们台湾人只能吃核废水 都多久了还在核废水 我想问就是你觉得核废水有什么问题 问题非常难 如果你是比较裸的一些人的话 他就直接死掉了 如果说一些强的一些人的话 他就贬义了 变成怪兽 就是你觉得中国的核废水是安全的吗 我没有核废水 因为中国始终 华罗命后我几匹医生的体验 核废水是紧不来的 可是那你们的核电站的水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反正已经处理完毕了 那处理完毕的那些水去哪里了 那你们中国的不也是排海底吗 我就想问你中国的河水去哪里了 你们中国有核电站对吧 这你不否认吧 对吧 对 好 弄这个核电站他就会有水的问题对不对 好 那那些水你敢捞起来喝一口吗 炒水里面那些水我都敢喝呀 我是问你敢不敢喝中国核电站里面的水 所以中国的水是没有处理过的 中国的核废水是没有处理过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应该是吧 所以那中国的水是不是比较毒呢 你不要再换了 你不是想想害我 我告诉你 我们总裁的美国核废是唯一大国家 就算美欧处理过的水 也是黑牌发到海里 日本排这个水嘛 他是经过联合国跟那个 世界能源总署的背书啊 就几百个专家他们觉得是可行性的 所以他们觉得是可以排放的 而且他们有派这个小组跟检测专家每天在检测 除了这个之外啊 你知道世界原子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会员国之一 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都缴几千万欧元的会员费 给世界能源总署 而且世界能源总署里面的技术部部长刘华 他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们这个叫什么原子总局还是核能总局的署长 然后他也是盛上派来当这个世界能源总署的这个推荐人之一 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还有里面的官是支持 世界能源总署建议日本可以这么做的行为 所以要不要打倒习近平 那你觉得那个世界能源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的官员刘华 你们的前总理温家宝有去福岛吃过日本的食物 都是离开我的 我已经把缅甸的公司都签证了 因为中国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 每个月就两三千块钱 缅甸那边一个月给我十万块的BB 我打算去缅甸打购 不是不是你刚不是说你一天收入有三百块 一个月可以六七天吗 你怎么现在要说两三千了呢 你这个歌其实已经重复唱你是没梗了是不是 而且你说社会国家主义人民地位高 那你为什么要去缅甸 可是缅甸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你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好 北七自己跟我约上节目又说我骚扰你 好啦真的偶尔跟这种小粉红接一些call in就好 不然头很痛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希望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下次见了 掰